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第七卷 从第七卷开始 他整个的修行 是教导我们 什么样的 破除我们内心的烦恼度制作 那其中的 幽默法最大 我们刚才是 要唱会到我们 尼世役奏 确实是唱会到我们 现世役奏 我们最大的 业障罪障的过失 他的根源 有关头 就是我执我见 我饭我吃 这四根本烦恼 这四根本烦恼 又可以总和成为一个 就是欲望 这四根本烦恼 呢 又可以总和成为一个 这四根本烦恼 就是欲望 那你看我们 七情六欲 那七情就是 喜怒哀乐 爱二欲 喜怒哀乐 你看我们有一天当中 是不是每天 常常 会有这个所谓的情绪 就是我们七情六欲 就是我们的情绪 喜怒哀乐 爱 这个爱 是一份内心的 那会有执着的爱 二 散热的二 欲 从这个喜怒哀乐 爱二欲 又禅转的 这个呢 形成了我们的慢心的七种状态 慢 过慢 慢过慢 我慢 真上慢 卑类慢 邪慢 这七种 这些都是经典里面 我们良王宝餐里面有谈到的 那这一些种种的慢 这个我慢 展现出来的七种的样态 七种的状态 比如说慢 你跟你同辈或者跟你同事 或者同参道友 当你听到有人在赞叹他 或者呢 有人说你听到了他能力也不错 你内心真的会接受吗 你内心真的会接受吗 虽然他不是很大的过失 可是内心的那份情绪 就是喜怒哀乐 你有什么都看额热的额热的 有什么都看额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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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热 过慢 这过慢 这过慢 又比较重一点的过失 这个所谓重一点的过失 就是说 当我在说某某人 他进步的好快 那哪有 那哪有 不要到上旁去闹堂啊那 那就是过慢 这个内心就是有那种 无名烦恼就是跑出来的 这个就是从根本烦恼里面的 我爱 所起的作用 师父在分析这个佛法的道理 你们要仔细的去拿 思考一下 就是有这些现象 再来就是慢过慢 当你也确实知道他能力比我好 他也真的比我优秀 可是我就是 没有办法接受他可以比我好 那个慢过慢啊 你又跑出来了 有什么是他有什么不是我 有什么是他不是他不是他 那那是人啊 一切的法各有因缘 不是对谁好对谁不好 他各有因缘 但我们要反对我们内心的自信 可是我为什么会有这些的无名情绪 喜怒 爱 悲伤 乐 那种快乐有时候那种追求那种快乐的 都是转暂的 你所追求的一些快乐物是转暂的 没有一个是长久的 不管是什么快乐 都是转暂的 所以我们的情绪就随着喜怒哀乐 在启动 或者呢 爱 恶 恶就是做什么 有的人爱人会对 就是想着办法要想爱人 做出一些不好的动作行为 这就是慢过慢 会引生出任何问题 所以我们在联邦宝参加教我们 唱的这一些过失 这就是我慢 我慢就是对我个人的 那种的执着很强 只要是关系到你对你个人的权利 乃是你个人的一个名声 甚至你内心的那无名也自然会触动着你 很傲慢心之道 有些人做善事也会傲慢 做善事的傲慢 佛陀说这叫做有相的修行 这个都是我们要超越的 所以为什么佛陀在金刚经里面 要我们修行佛法 要无相不虚 凡众生之类皆定入 无于涅槃而灭度之食物众生可度 何以度 因菩萨无我像人像 众生像素子像 是你菩萨 菩萨管度一切善眼光 做一切的善法菩萨道 是无相 无相就是空气 就是我们刚刚呢 围绕带我们在称赞 亲近法身佛 菩萨遮那佛就是我们的法身佛 就是我们本来都具足了真如本性 就是菩萨遮那 一真法性 所以我们要透过我们法的说行观照 把我们的亲近法身 比如我们的内心的那份真如本性 把它显发出来 怎么显发 进入到我们的圆满报身 如舍纳佛 如舍纳佛 就是亲近圆满的一生 就叫做敬满 亲近圆满 像我们的释迦牟尼佛 来到苏国世界 这苏国世界就属于它的 度化众生的一年 要是流离光如来 到东方流离世界 奥密托尔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他们就是所谓的报身佛 因祂的愿力而成就 那千百亿化身是我们释迦牟尼佛 祂因所谓的硬化身 就是硬化到我们这个世间 跟我们同样的神老病死 跟我们同样的身容方式 但是祂是没有烦恼 因为祂内心是亲近人 因为祂的真如本性 亲近法身成就 就是这样一个修行观念 非常清楚 那后来我要谈到这个 当来下生弥乐尊佛 只要你肯定功 随着这个方法而修行 假以时日 你和我都可以成为弥乐佛 所以我们在良宝宝站里面 唱到的 荣华三位运相佛 所以我们都是未来佛 只要你把那个方向对了 所以要破我们 然后再把我们增上慢 第五个增上慢 你做不到的 甚至呢 你没有到那个功夫了 你千万不要去怎么样 夸大其词 增长了自己的慢性 但是 无心就偏偏要跟他吵架 说他甘虎落下 不然在座三百分 就跟他说他甘虎 在座三百分 那叫做什么 碰碰碰碰碰碰 这就真伤吗 甚至呢 有些人 会不断的去炫耀自己 有多么有多好的才华 一个人重来有很好的才华 才德 他不会去炫耀 他会很柔和的去 因一切众生所求 而广发一切善法 四名真菩萨 他破我们的真上漫 这边有的人 如果有感觉 有材料 都很可惜 这很奇怪 有些人 有些人 如果有年龄 你如果在拜祂上 要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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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么对他台湾 有些人说 那些心就是 人家有感觉 人家有需要 他就没想到 很荒幸心 在他复权 他就说 靠用什么条件来说 那些 那些心 那些百姓 就是找不到我们的怨碰 就没得到我们 让我们生心的怨碰 人家 他都很不可爱的 你有能力 你能够付出 为什么你就不愿意去做呢 你非得人家 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求你呢 这都是我们修行人 在家出家都要超越的 不然你 你还是活在名利上啊 你哪会快乐 你活在名利的思维 永远都不快乐 你那名根利 有一天会消失的 那第六个叫卑劣吗 卑劣吗 有些人都说要自尊心 是没问题 我们要尊重 我们一位 救生我们一位 我们说有没有人 我们都要尊重 不可呢 就被那班是谈到自己 你很穷 也并没有 也并不是很可恶 很可恶 或者是很丢脸 你不需要 你的个人的条件不好 而把自己的行为呢 就给他走偏差 甚至呢 当你的学习比较慢 当人家在骂你 或者人家在教导你 你又请不高兴 那不高兴就是没有办法 折服你自己的执着 我买好 我比较高兴就好嘛 人家买一次买得好 我就买五次 买十次买一八次 有一天你会学得好 所以不要呢 自己学不来 人家教你 或者在教你的时候呢 还请慢心 还请脑路心 买好就买好 不要加就不要加 那我心就是错的 这都是我们还是调整的 这就是所谓的卑劣吗 Don't think much 你踩里面 走远 Tanner 旁边走 health 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去跟他们打工 在顶房ами打工 不认为谁 ک fique close 他说是顶房 banyak 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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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啦 你給追情動是什麼 不知道啊 兩車沒四十五線的 三車沒四車沒什麼 不知道啊 九線八十 六線八十 大概用兩分的 用兩線 用四線的聽不懂就要問 你不可以說 五百六十五線就要問了 那我就會幫你教 所以有人說 那時候我們要去看電視 要了解 不要去學過工夫 不要 你要從那邊說到手啦 我就說到那邊就跑了 就是去學習 不懂你學的 這樣就回 所以沒有什麼好可恥的 那第七個是我們 修型上的最可怖 最不可愛的 最需要遠慰的 叫做邪慢 邪慢 你的錯誤錯了 行為錯了 想法錯了 還理所當然的 你看啊 現在的社會 那個新聞你打開啊 好多的一些 社會新聞啊 自己做錯了還怎麼樣 還很理所當然的去合理化 我這樣做 行為什麼問題 這邪慢 尤其呢 我們在修型上 持觀念不如法 持修型不如法 持知見不如法 你就是原理 包括我們自己的 假如你的修型的 觀念是錯的 你就是要逃脫 不能沉迷 那個邪慢就是一種沉迷啊 甚至呢 以比較事實的來說 有一種玩物喪制 只不過你所玩的是 那個錯誤的想法跟基建 而喪失了自己的 親近本性 好啦 那他的這個七種的傲慢 那我們必須透過活寡心 怎麼樣去成就他 我們都說來佛教道場 要修佛 修會 佛會怎麼修 佛會 要受佛會 要受佛會 佛會 佛會啊 兩個是同時並行的 如果想要受佛就是佛失 受佛就是聽見 比較往那邊二分法啦 佛法譚一合和相 佛法不譚分別相 他那是一合合 因缘合合而生的 而不是那个所谓的自信所生的像 有的人说收货就是保持 收费就是听见文化 贼向大征 他不过是个主义的祝愿 但他不是绝对 福与会要同时的去用功 你布施也可以成就布施普罗咪啊 也可以因为布施而达到福与会的成就啊 只不过你的态度就不对 你的态度所奉献的当下的力量 对不对 佛同教导我们怎么修福去修会 要怎么样的把我们的功德法财把它纳进来 七个方法 叫做性 见 财 财 愧 舌 舌就是所谓的布施 文 会 七个 我再讲一次喔 性 见 财 愧 闻 舌 慧 七人 叫做七聖财 何为七聖财 第一个叫做信仰 我们信仰佛教 我们信仰佛陀的教法能让我们 放下种种的烦恼和执着 这个信仰呢 不是那个迷信的信仰 这个信仰是你生命中有一个方向 有一个目标 比如说出家了 方向目标很清楚 要修出世间法 要究竟解脱 要红缓顾众生 我们在家种你信仰 顾持三宝 让正法能够久住于世间 让法文昌传 我们在家种的一个信仰 你身为家庭主人 你有家庭主人的责任 你的信仰是对的 那个信仰 要清楚明白方向要对 你你人生的目标方向要健康 你身上是很清楚的 有些人啊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人生的方向跟目标 他就说 他就觉得我讲就是这样一天过一天 有饭汤吃 有这一趟过来就好了 但是他是没有目标的 没有目标的 在三界流浪 一直流浪一直流浪 我们的信仰就是 生命中的目标 生命才有动力 除今休息再到长 为什么你大早要来用功修行 要按照规矩 这些规矩 是帮助的我们 成就的我们的方向目标 达到救救几度 这就是信仰 所以你会对你的功课来用功的内容呢 你会很翻识的去纳售 你一看别说 要做一度按一度 你会觉得很高兴 生就在一切会生的 第二个就是信仰 第二个就是欺改 慈戒 这个慈戒呢 所获得的功德还不可思议 你慈五戒亲戒 菩萨戒亲戒 比丘戒比丘明戒的亲戒 撒咪尼的亲戒 撒咪尼的亲戒 包括我们在家的 包括在家的 那个慈戒的亲戒 就是规矩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道场 我们在家出家 我们把大家所制定下来的规矩 大家共同的遵守 让所有一切善男子善女们 来到我们讨讨佛教园圣 他不如我们的坛场 他都喜欢喜喜 他都会做黄心变得 有什么 因为我们大家都慈戒中 你的气概 慈戒的庄园 不是让人家觉得有压力 而是让他们觉得 这个道场这么有规矩 这个道场让人家觉得很容易 就能够呢 跟大家融合在一起 这个功德 都是属于你的慈戒庄园 和成就 为什么人家愿意让我们的道场 来用功 来参加法会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庄园的内容 把庄园的坛城 把它展现出来 这个就是磁铁 这个道场一定有的轨迹 这个轨迹呢 这个道场的输球 人家来创造这个园子 大家去认识 那么我们在家庭 我们也叫做家庭 应该有的园子 我们把它做好 这就是慈戒 这个在阿安静里面 都称文叫做什么 圣法财 圣人 法就是正确 一位圣者所成就正确的功德利益 我们称为圣法财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 是因为他把平凡的事情 做到不平凡 他把简单的日子呢 他过起来 他们都做得到 我们觉得很不简单 于平凡中 承受不平凡的一位大修行者 你说我们修行过平凡的吗 就是早上早课 过堂 送亲拜佛 这个很平凡的一件事情 很简单的日子 只要你 纳入了这样的一份的 修行的正确态度 你的慈戒庄严 你会成就一个不平凡 不简单的一个大修行者 就是所谓的超越三界 纳入就是禅 财贵的财 财呢 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 对不起自己 你对不起就自己的用心 所以我们要说 你这样做对得起你自己吗 我今天是一个三宝弟子 我这样的心的态度 对得起自己吗 你去思维一下 你这个惭愧 你这个惭啊 你才不会做出这个 伤害自己 乃至让人家不高兴的一个过世 所以出家里面 可以都摸摸自己的头 头发都剃掉了 都身披袈裟了 你今天住道场 你看错了了 十方所给予的布施吗 你没有愧对自己 你每天认真的用功拜佛 内心里面很踏实 都没有欲望的 你只要这个方法对了 你终于我身为一个 身体优秀的很多人 就这么简单 太不对了 所以你不会做出什么 伤害你自己的动作 所以你自然生业亲近 口业亲近 地业就亲近 这就是第三 第四种叫会 你不要做出什么 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乃至伤害别人的事情 你会去想 我这一句话 这句话 我如果说出嘴 是不是去生孩子 百人 生去生孩子 他人的祖族 便是去奉害的 他的收益 所以有什么 我们在当中 我们的佛法信徒 我们有危机 我们的依赖感觉 依赖感觉 依赖感觉 我们不会较累 我们也不会 习惯 也不会放下 看到大家会觉得 你是非常有流氧心 有足夷心的一个收益 所以每一句话 每一个当中 我们就去收货 我这样说 这种话 是不是最大的罢了 有什么我们说话 最大的罢了 因为我们的罢了 有一个什么 我慢 因为你怕人家 没有注意到你 你怕人家呢 没有尊重到你 其实从内心深处 就是我慢 这是我慢 就是要从惭愧心去对治 我这样做 可能会伤害了别人 我这样可能 不去奉害 就是人家的 会愿重 会愿害 我不能这样说 我不能这样做 我应该会随意给他赞台 我这样说 这叫做圣法才 这是第四 第五个人 就是听闻佛法 你偶俗说 念佛法 念善地心的元气 你就会发生 但你很不诚 你越是佛法 你聽得不懂 聽得不懂 聽得不懂 不是佛法的問題 是我們的心 如果不要去接受 你沒有打開你內心去納受這一份的善法 所以你只要把佛法的智慧聽不清楚 從文所成就 文士修所成就的智慧 所以你將來會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 佛法中的三道理事 聞 聽聞佛法 包括我們看經典 包括我們聽中路和尚的開始 你是怎麼聽得不懂 聽得不懂 經典怎麼看 經典要清理 不然這個文所成就 你沒有辦法聽進去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障礙來呢 其實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感染著我們 就是邁國邁 還有一個叫巴勒邁 我就聽不懂 我就有味道 那味道就等到旁 因為在聽得不懂 跟我們更感味的是什麼味 世修味 煩惱味 就是七情六 叫當中的 喜怒哀樂 愛二欲 所以會去訪問 你要聽真話的音樂 那種那些有些人會跟你們講 你都不用去考慮 你就要很清楚 我能夠此時此刻 今生今世能聽聞正法 我不放棄 你看師父這樣 只要有空檔 我就是看金書 打開金 大藏金 不然就是天頭上的開始 我不要讓我自己的生命痛苦 因為我們希望讓自己 不要在三界 再當流浪案 你如果比較像金錢 你看不懂 聽不懂 人家說 我就沒用 那都是一些你自己照顧的音樂 浮迫 比較像 覺得我漸漸就聽不懂 你也不懂 你要珍惜的是 你要破除你內心的傲慢 為什麼裝不進去 就是你內心的慢心 傲慢心 傲慢心 在你內心起之後 所有佛法裝不進去 你所裝的都是同氣味的世俗法 都是同味道的世間的懶著法 煩惱法 你戴著它是沒有辦法解脫的 它只會讓你在世間迷失 追求的名利 追求的世間的一個 所謂的欲望 不可愛 放下了嗎 所以要怎麼樣 我問 你把善之事 你把世尊給予我們的佛法 你停進去了 包括我們在拜涼黃法上 你會感動到 怎麼有這麼殊勝的法 我們還可以鼎禮 我們的彌勒佛 釋迦佛 讓我們的煩惱能夠一直開始原理 因為你的功德法才來了 因為你的功德法才來了 你會感到 你會越多做 你會越慌疑心 那第六個就是佛師 我才會有一個佛師的 跟我說 我這樣有給我佛師 佛師 一個佛師出來 欸 錢的就好 又回來了 還有其中的欲望 又給你寫回來了 所以師兄聽到這種欲望 甚至我過去 在我們藤面上 一開始要建設的時候 也是要建議 也是會掌聲 不過我們就是一個佛師 我們就是要讓德庭總領 要讓大家可以 一個人都要用功勢 用電話 它就給你安排 那麼我們在這裡 說我們的佛師 你是把這樣的佛師 你去成就一個道場 你去成就一個人的修行 你當你成就那個道場 成就一個眾生的修行 你就成就了你的真如本性的顯現出來 原來你當下就是清淨法生活 所以你可以佛師啊 原來你當下就是如舍納法 原來你的所做的一切 都是走向清淨圓滿 因為你的信仰是正確的 除了當我們的佛師 那德庭 我們去建設德庭的殘忍罪金 我們臨時還會建設 包括我們現實的台北的佛師 也很多的佛法菩薩 也跟我們道三更 你們的佛師將來所成就的 就是讓現在乃至而後的 每一位修行人在此用功 都是因為你的佛師 你的功德法財啊 無樣無變啊 不可思議 也不可思議 所以這個佛師 就可以成就福和慧啊 就能夠自然成就了福跟慧 想說福慧兩種 那第七個呢 是要讓我們 從信 戒 禪 慧 文 石 慧 這六個的功德法財 最後是慧入到 摩爾波裏波羅蜜 因為大智慧讓你的功德法財 一切成就 我們的布什慧 人主經經慎定到最後都是從 摩爾波裏波羅蜜 大智慧把五度波羅蜜 全部成就 所以這個智慧 不是那個四字變衝 不是那麼假貴假怪 也不是很小的地方 有些人的大字落語 你看他這樣傻地傻地 有時候在假傻嘛 他半點是那種大字落語 那好像大家他好像被欺負了 就好像我們在布施 我好辛苦賺了錢 可是我覺得給私廟做建設 給我們榮林寺做建設 給我們聯社做建設 做教育基金 有人說你怎麼會這樣問 你一秒怎麼在自己的 你沒得比較硬就對了 你沒得比較硬就對了 當我們布施就在你身上 啊 為什麼有看你布施 因為你就是有一個情勢的理由 因為我希望這個道庭 以後還可以理得比較多人 所以當你 當你 才的布施 金錢的布施 讓這個道庭可以好好來推動就有了 因為你的地位 將你東西的布施 承受了你的福報跟你的智慧 所以我們才是真正的萬得莊園 福會巨子的善寶地址 所以這個七聖財 我們要把它清楚記住 有時候你覺得有什麼我就要照覆去走 你照覆去走 絕對不會對你實在 六天給我知道你有照覆去走 他會讓你照覆去走 所以應該有的地位較好 一切成就 所以有些有些善男子善女人 他布施的月歡喜心 他的福報就會莊園 還不可思 所以我們要從我們的七聖功德才 破除我們的慢性 破除了四根本煩惱 成就了我們的莊園的真正本性 今天是為簡單的這個七功德才 來跟大家呢 一起來分享 一起勉勵 我們讓我們的服務與惠 同時圓滿 同時聚集 祝努哥 祝努哥 聖聖功德 聖傲之禮 聖聖功德 聖雲美 一切方向能戰 頭悲開 徐聖 大眾聖聖 聖劍 聖饭 聖灌 聖 Kitty 聖聖 聖聖聖聖聖聖祖 liked 聖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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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